你好 我是Joyce 最近有民众发现自己的公积金局iAccount存款数据一直停留在去年12月31号 所有在今年1月1号开始的交易记录都没有显示 因此不少民众就纷纷担心自己的存款是否消失 还是KWSP会有新的宣布 针对这项问题雇员公积金局发布通告 iAccount里的会员存款数据将会在公布派席后才会获得更新 而从往年的数据来看 雇员公积金局都会在每年2月份公布最新的派席 因此近期想要查询最新公积金存款数据的民众 就需要前往邻近的KWSP柜台处理了 在过去70年中 雇员公积金局所发布的利息最高是在1983年到1987年期间 派席达到8.5% 而派席最低的年份是1952到1959年为2.5% 由于去年全球进行高通膨时代 因此今年将宣布多少的派席率则值得关注 谢谢收看我是Joyce 更多新闻资讯报导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